我的天哪 本来说今天不出视频了 因为比较忙 但是呢 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啊 咱们又陆续接单啊 今天又接了两单 然后就在刚刚啊 一分钟之前 小小这个激动的心情 1240克啊 然后定金马上就转过来了 然后那大哥说的对吧 这市场他也赚了 的确有比咱便宜的 但是呢质量的确没有咱的好 再加上啊 咱们附近那些 卖草花的呀 卖三角梅的呀 卖便衣木那些大哥大姐们 对吧 都往咱这推啊 说哎 这小伙子办事挺靠谱的 等等之类的啊 所以说那大哥呢 非常的相信咱 咱们必须把质量啊 把控到位啊 这样的话 拉回头客 所以说最近这几天 小奖一直在各大啊 花卉基地去跑去转 就是要把控质量啊 所以说呢 太激动了 然后咱们最近这几单 这几单呢 明天明天是今天接的 今天早上接的一单是 380克啊 380克 然后明天要给他背到市场 我刚才这个微信是 他跟我说晚一点 把定金转过来啊 因为他现在 问上门要钱啊 钱还没到位 瞅瞅 咱们今天拉这些烂七八糟的 都是往咱地里补货啊 这都是小单啊 小单就200来克 然后咱们给 东西还需要的多啊 东西品种还多 颜色也砸 数量也少 所以说咱们就开着咱们的老伙计 转悠转悠 反正非常的爽啊 干吧 忙就忙这几天啊 咱们的国庆旺季啊 祖国的生日 哎 咱们用花之一啊 咱的菊花 现在在地里正在备明天啊 那380克的货呢 小奖现在要赶快回去 让我看看货的质量啊 收拾收拾准备准备 明天 现在时间10点38分 已经深耕半夜了啊 小奖这儿呢 还没有吃饭呢 今天战斗 小奖的预言怎么样 朋友们 24号啊 咱们战斗打响 果不其然啊 24号咱们正式吹响 为祖国庆生啊 国庆节 咱们花式大麦 各个商货都积极补货 然后 今天一天呢 包括未来这几天啊 将是这半年当中啊 最忙的时刻 现在我跟我老爸呢 马上就要回去了 今天我们地里边啊 咱们地里边也是非常的忙 给我妈是累坏了啊 然后我妈在家里边 随便吃两口 对不对我 然后就睡觉了 然后现在呢 咱们回去 现在去吃吃饭什么的 就要到11点半了 回到家呢 12点了 然后咱们还需要继续装车啊 明天往市场 继续带货 现在咱们的摊已经非常满了 走都走不进去了啊 即将 所以说 当然了 即使是这样 咱们明天还必须要备货 因为战斗就战斗这几天啊 所以说呢 装车也就1点钟吧 1点钟的样子 然后明天早上咱们 对吧 5点钟起床 然后新的一天 奋斗开始 朋友们 25号了 今天又跑了一天 真是累腾啊 但是呢 也不负众望 看一看 咱们为客户准备的 这个花的品项 朋友们 一颗是一颗啊 老顾客呢 自然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个是大红色的 等等 这个质量怎么样 朋友们 然后用这种颜色的 为外围 反正等等啊 咱们真的是 那边呢 还有啊 咱们遍地 都是给客户准备的东西 哎呦 累腾累腾 然后呢 昨天那1240块啊 然后今天小江 主要是跑这个单级了 已经是搞定了 明天下午 咱们开始装车 哎呀 自己没有货 然后其他的货呢 咱们又必须亲自去找啊 为咱们的顾客 对吧 找到优质货员 性价比最高的 所以说 小江亲力亲为 为咱们的老顾客 把控质量啊 所以说嘛 老顾客也是这样来的 当然很累啊 朋友们很累 同时呢 咱们这辆小面包 也真是辛苦了啊 陪小江这两天 跑了多少 一天跑100多公里 来回转啊 来回转 然后 哎 不负众望啊 咱们肯定会让咱的客户满意的 毕竟 嘿 菊花 咱是专业的啊 所以说他的状态怎么样 好十次 对不对 那个价位在那摆着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吧 就是这样 然后咱们接下来是26号的单 跟27号的单 咱们已经备好货了啊 这个是他们十天之前 你看又来微信了 也不知道谁啊 十天之前咱们就 顾客就找咱了 所以说咱们已经给备好了 就刚才看的那点 还有其他地方 等等吧 陆续呢 现在还有什么单 对啊 最近也是昨天订的单 明天拉啊 也是备好了 50颗独本局 加100颗那个品种局 然后品种局也是 哎呀 不开呀 朋友 最后呢 让朋友们看一看 咱们明天要带到市场 咱们品种局 看一下这个质量 对吧 开放度还是小啊 咱也对于咱们自家户来说 这种开放度刚好 但是对于他们用来说 国庆节用来说呢 就太生了 现在咱们去找一找 瞅瞅这些都是开爆的啊 都是咱们处理的 不是处理就不要了 看一看车里边装的那些 车里边也是装了一部分 然后咱们歇一会儿 待会再装 瞅瞅对吧 车里边这些 状态非常棒啊 这都是大花品种局啊 各个品种 对不对 当然现在颜色还是少 为什么 因为咱们颜色 哎呀 就是这种状态啊 朋友们 太好就这种状态 人家国庆要用的就拉啊 因为实在没办法 没有开的 没有开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哎 在最后呢 咱们看一看这个品种吧 这个品种在我们嘴里叫悬崖橘红啊 朋友们 它可以做悬崖橘的一个品种 长势非常旺盛 但是呢 咱们这点也是被定出去了一多半啊 咱们剩点那些呢就不卖了 咱们要留苗用了 留种了 不能说卖了一颗不胜 咱们明年就没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 都挑出来了 这种状态 对吧 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的漂亮 差点忘了让朋友们看一看 咱们目前的菊花树啊 就是这些菊花树 灌服高度大小 对吧 是不是很棒 哎呀 小小你菊花树 卖的也不行呀 这几个是咱们最晚的一批 之前是在那的 没有照的 然后挪到这里边来了 这几个是给人们预定的 这是咱们常年客户 每年都要预定的这些 然后就是举斩呀 还有什么的 这有十几颗 咱们平常用的呢 对吧 瞅瞅 看这一棚 这些都是小架街啊 这不是菊花树 小架街挪这里边来了 然后这一棚的话 剩个大概有个三十颗的样子 只剩三十颗 然后它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是 颗型不是太好啊 然后帽型的又小 但是高度达到了 这颗就不错啊 这颗就不错 看到花包 当然有好些都是不行的 所以说咱们现在 用菊花树的都是半价出售 啊 棚子 半价出售 虽然说东西品项不行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对吧 好东西自然好价格 这东西不好 自然会老价 而且是半价出售 所以说像这些菊花树呢 有用的啊 东西不行 咱们就拿数量来凑 因为成本都是一样的 半价嘛 所以说就是这样 看看这个小价街 这个小价街美不美 这是大花的啊 大花品种 这就是价街 很美啊 很漂亮 反正等等吧 哎呀 等等吧 行了 结尾来一句什么安慰自己的话呢 对吧 虽然很累 也依然很忙 但是呢 半年就期待这几天啊 所以说 咱们要振奋精神 即使再累再忙 对吧 为了全家人的口粮 咱们努力 加油 粉丝